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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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刚才师傅提到的就是我们祖先 会可能会回到就是会生到其他的世界 要看自己的因果善恶的累积 那如果假设有我们的祖先来到我们的梦里 然后跟我们说他想要一些衣服 或者是穿着的部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回应 或是应该要如何去做这件事情 那还有请师傅来过我们 给我们一些介绍或分析 这个问题在 一样是在地藏经里头有回答了 这个问题地藏经里头说 如果你梦到已经往生的父母 已经往生的祖先 不一定是那一个人在痛苦 有可能是你好几辈子以前的父母祖先 他在痛苦 所以他给你一点梦照 让你梦到他 但是你梦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你不会觉得我要努力修行 所以他给你梦到可能你往生的父母 往生的祖先 你认识的你才会为他修功德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 他如果少衣服 他如果少食物 他如果少钱 一般民间信仰的方法就是 那你少钱我烧钱给你啊 你少食物我烧食物给你啊 那你少房子我烧个纸房子给你啊 但是呢佛教的重点一样 佛教的重点是 你最缺少的不是房子 不是食物 不是钱 你最缺少的是 离苦得乐我们讲的解脱 佛教最重要的是解脱 究竟不要痛苦 让你离开这个痛苦 你就不会今天少这个明天少这个了 所以呢佛教的重点 如果你梦到你的祖先说 哎呀他很痛苦啊 他又怎么样了啊 他少了什么啊 我们一定要记得 赶快帮他念佛 念阿弥陀佛的名字 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 那里呢什么都有 有食物 有最好的环境 有最好的房子 我们赶快帮他念佛 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祖先去了极乐世界 他就不会再缺少什么了 那如果你觉得说 哎哟我还是希望说 我能够帮他做一点什么 那华人喜欢烧一点金银纸 那也不是不行你就烧 但记得一边烧的时候 一边要念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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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去去帮助去回向 好